彼得前书第四章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你们存这样的心 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 行邪淫 恶欲 醉酒 荒焰 群饮 并可恶拜偶像的事 时候已经够了 他们在这些事上 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 就以为怪 毁谤你们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为此 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 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慎行祷告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事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若有讲道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事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 常住在你们身上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 因为杀人 偷窃 作恶 好管闲事而受苦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羞耻 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 那不幸从神福音的人 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一人紧紧得救 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 将有何地可占呢 所以 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 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灵魂 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要一个人 好 写回到神福音的人 那是否 conse统 我 区别人 只能帮到神福音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